拥有美国密西根大学气管博士学位 致力于管理教育已经四十余年 现任原汁大学讲座暨校聘教授 曾任社团法人台湾评鉴协会理事长 中华民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长 高雄银行董事长 中游、华航、台电及证教所等之董事 徐教授长期在教育界服务 而具有丰富的学术经验 曾任教于政大、台大、长庚 及美国、新加坡各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 及研究所之院所长兼教授 此外更获得多项殊荣 曾获班管理奖章 教育部教学特优教师 近期更荣获中国首届中华商学孔子教育奖之唯一台湾学者 国家品质奖之特别贡献奖 匪陶匪结出成就奖等荣誉 徐世军教授虽然早已是行销管理界望重视灵享誉国际的顶尖学者 聆听他的演讲 您会深深感觉到那建文广博 多年辅导工民营企业 丰富的实物经验及扎实的学问内涵下 有一颗千冲为怀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热忱 永远带给您最新的观念 因此他不只是理论大师 更是解决问题的专家 在清凉音所规划的大海航行靠舵首系列演讲中 浓缩了徐教授毕生所学的精华 您想掌控赢的契机 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力吗 那您千万别错过徐教授所领航的这艘学习之船 感谢大家在星期六的下午 来参加今天这样一个聚会 今天这个讲演 它是属于一系列讲演中间的第二场 那么刚刚主持人也已经说明了 昨天是在高雄开始的 那是第一场 那么为了让今天这一场 它的背景各位了解 我想先要说明一下 昨天大概讲的是什么 昨天是第一场 首先就要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谈策略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 经营企业就是认真负责 埋头苦干 那么坚持本业就好了 然后成本降低 品质提升 提升 交货非常的准时 这是我们多年以来认为 这样企业就可以生存 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今天的世界 跟过去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个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世界 我们经营企业 我们面临的竞争 它是来自于全世界 比如酱油 龟甲旺 是日本的酱油 那么还有我们一些水果来自澳洲 虽然我们台湾是水果的王国 今天我们面临的竞争 是全世界的竞争 这一点不同 因为全世界你很难预测 你不知道它哪里来的 可是在市面上出现 它有它的特色 品质不一定是好 跟我们不一样 它的价格也很合理 尤其是它有它的特色 使得市场或者消费者非常的喜欢 这是第一个 不一样给过去 过去我们都在台湾 都在台南 到底我的竞争者是谁 我们可以掌握 可以预测 但是今天是一种全球化的竞争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机会 也是在于全球别的地方 如果你不到别的地方去发展的话 除了你的企业不能成长 你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是应有的规模 你很难跟人家竞争 所以我们许多的企业 都要走到全世界去 成为世界上一个具有影响力的 具有规模的一个企业 这是第一点不同 这是第一点不同 因为全球化 跟过去不一样 第二点是更严重 就是什么 叫做供过于求 不管什么产品 现在都是供过于求 因为供过于求 结果就发生恶性的竞争 大家就杀价 那么价钱越来越低 我们的利润越来越薄 如果我们的成本比较高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这个是生存 而成本如果压低 低到某一个程度 你是下不去的 下不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过去那种经营的理念和做法 刚刚说 我埋头苦干 我认真负责 我坚持本业 并不会带来企业 它生存的机会 它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在这样环境下 说要谈策略 那么什么叫做策略呢 策略就是 你做一个事情 要动脑筋 我们做事情有三种方式 一种呢 自然反应 自然反应 那么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水来吐盐 冰来降档 我们觉得 我们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一种习惯 我们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原来那套方法来应付 这种都不是经过 我们经过思考 经过分析 经过选择 然后采取的因应 那么这一种思考 分析 选择 就是一种策略 策略 那么策略 在这个近二十年来 成为企业经营呢 必须要达到的一个警戒 不是只是叫做作业层次的努力 而要达到策略层次的分析 选择 以及它的执行 昨天讲了很多了 有关于策略 那么今天要谈说 这种的策略 它要有一个特色 那么我们叫做蓝海策略 这是最近一本书 最近这两年 非常畅销 Blue Ocean Strategy 那么这一种的策略 它是建立在什么观念上面呢 其实我们老早都有 就是你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要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要不一样 如果是不一样 就没有办法来比较 就没有什么 这个供过于求的问题 因为世界上 市场上 你是唯一的 你是唯一的 那么比如说 我一位朋友 像这个南桥 他做冰淇淋 冰淇淋很多啊 可是过去 他所代理的Hagen-Dazs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冰淇淋 他在上海 开比酒屋 上海比酒屋很多 他叫做宝莱娜 不一样 所以虽然像冰淇淋 像这个是比酒屋 非常的多 可是他能够 能够呢 经过他策略的选择以后 让市场 让顾客感觉到 它是不一样的 南海策略就是不一样 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到不一样 也就是近年我们说 要靠着创新 Innovation 要靠着这个是Innovation 那么南海策略呢 就是属于这样一个性质的 不是跟人家走 不是只是拼命的 在我现在的产品上 降低成本提高品质 而是要做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一样 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 认为有价值的不一样 如果你是不一样 可是没有什么价值 他必须要在消费者认为 这个不一样啊 正是我所追求的不一样 我们讲 在服装 在家具 在食品 在餐厅 在各种的东西上 消费者如果发现 有不一样 而他非常重视的话 他愿意付比较高的价钱 去买 这基本上用很平常的话来讲 这就是南海的策略 那么这里就面临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南海这里的策略